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天所有的老板都亲手为求职者们做了精美的冰皮月饼 都是老板们的心意 当然还有两位推荐人和我 播出团新成员黄基明 上海西莫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智能路由器 智能家居产品领导厂商 先后研发了国内第一台智能DNS 和国内第一台智能管控的家用路由器 且连续六年全国销量第一 在全国建有29家办事处 和售后服务中心 发展了200家代理商 形成了覆盖全国的 来听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黄基明开始 希望科技给你提供的是大客户经理 只要负责我们那个对运营商啊 教育啊那种安全产品的 好 接下来好好选吧 在八盏灯当中 灭掉六盏 留下两盏 希望 最后一章呢 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产品 它的对自己的定位 它对自己定位的基本的期限上是五年 它将人的一个职场上的人员的定位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是人员 第二个是人才 第三个是人物 它希望在未来的一到两年的时间 他心的学习 去努力的去沉淀自己 争取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员 在未来的两到三年的时间 争取作为一个领域或者一个行业的人才 争取用五年的时间 能够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并且呢 这个产品它的有点野心勃勃 它希望就是 未来的十年内 它能够像在座的十二位boss一样 刚交流那么多 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是从感性来认可你 要往我们那个 我想那个 就找一来我们有个活动策划吧 我们近期嘛 跟贵州茅台有个酒厂 做了一个战略合作 然后卖我们79块钱路由器 送价值138的白酒 然后找一做个活动要你来做 你因为要注意些什么 你怎么去做 要你做的是 想要市场部的专 那个方面的工作吗 对 首先那么我就会做分三步种 分别是事前事中和事后 事前第一项我先去了解对方的资料 然后确定对方对于我而言的重要性 我是一定要拿下 还是还有考虑的余地 然后第三步就是去建立关系 让对方认识我 然后让对方对我产生好感 不能说让一定百分百让对方喜欢我 但是我一定要让对方记住我 就是我事前一定要做的事情 事中呢 就是准备一些我们的合作方案 然后在合作方案中 写出一些吸引他们的点 通过我前期的准备 把握这个主动权 那么事后就是 第一点我要遵守承诺 如果我们的合作很顺利的话 我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规章制度走 其次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 为我们下一次的合作 能够奠定你 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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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把我登记对我来说 这一次喜座万万的影响现象 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汇报 金资是在7000家 我做岗位在郑州 是市场部专员 基本工资是5000家 然后那个我们每年会有3万的股权激利 做过两年之后 我们会给员工有那个配套的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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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学了对备胎该怎么着应该还给他 这就是备胎的管理意识 哎呀吃的是我那块我就放心 终于在台上讲露头角 我很开心 可能人生中也许这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次 但是